DSE最後衝刺系列 這條短片是想和同學溫溫Longitudinal Wave 主要是溫兩個部分 第一是如何溫溫Longitudinal Wave的Ampitude 第二是如何判斷Longitudinal Wave 哪些粒子向左移動、哪些粒子向右移動 我們再說第一個部分就是Ampitude Ampitude的定義是什麼呢? 原來Ampitude是解釋那些粒子的 maximum displacement 我當作一個transverse wave去討論 ABCDE五粒粒子 A在平衡位置上 A的Displacement是0 B在平衡位置以下5cm 我們要記住了 Displacement有正符號之分 在平衡位置下面我們要給它符號 我們就寫-5cm C在平衡位置上 C的Displacement就是5 而D的Displacement似乎是最大 Displacement就是10 E的Displacement就是5 Ampitude就是10cm 你可能會說我不用看這幅圖 我一眼看到D的Displacement最大 就穩穩一點就可以了 你說得很對 其實transverse wave來說 這個位置一看就知道1秒鐘搞定 這個位置就是Ampitude 但是Longitudine wave 要用Ampitude就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就要依賴剛剛的定義 就是逐點逐個粒子去檢查 究竟Displacement是多少 然後選擇一個Maximum Displacement 最後就說這個Maximum Displacement就是Ampitude 我們立即做個例子 其實你能看到它的平衡位置 Ampitude在某個時刻 Ampitude在某個時刻 Ampitude沒有走位 它的移動沒有退位 所以A的Displacement就是0 我們試一看B B原本的位置就是這裡 Nu position就是這裡 其實它是退了三格 我們試一看比例 Cm 3小格就是3cm C就是它移動遠一點 C本來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它移動了4小格 4小格就是4cm D也移動了3cm E其實沒有移動的位置 E Displacement F就特別一點 你會發現F是反過來 向左位置 向左 Displace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 -2小格就是正 D是指示的 D是指示的 就說 Displacement 向右 就是正 所以剛才D是有巡洞 所以有正的Displacement C也有 D也是 但是F其實是向左 向左 Displace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3 給它 G就是向左 -4 H1是-3,I是沒有可歸的關鍵 好了,我們列好表後 我們就檢查,看看哪個操作最大 最大操作是4 所以操作最大操作是4cm 即是解決到第一個問題 我們就學會了如何從一個longitudine wave 找它的操作 好,第二個問題 Discrupt the motion of Particle B 其實大家都知道 Logitudine wave 是順著 Diversion of Shelf of the wave 移動 即是可以向右移動,可以向左移動 平時我們就說 那些粒子是向右移動 但究竟我想在這一刻 B是向右移動還是向右移動 還是向右移動還是向右移動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承接著剛才很辛苦找了不同的粒子 有不同的Displacement 我們就順手畫一個Displacement Distance Graph A的粒子的Displacement是0 我們就打一個Couture在這裡 B的Displacement是向右移動三格 所以就正三 B的Couture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就很快把Couture記錄好 3,0,-3,-4,-3,0 然後當然我們用Couture連起它 我們就獲得一幅Displacement Distance Graph 但我們要怎樣知道 究竟B的粒子是向左移動還是向右移動 其實我們做的就是 根據同一個指示 這個球會向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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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會以一條虛線移動 移動過一點 我們換回好像在做錯誤 究竟哪些粒子向上移 哪些粒子向下移 差不多 我們留意B B的粒子 你見到綠色的程度是向下 向下代表負數 但負數又這樣說 負數就是負數 與Positive相反 你見到Positive是right 而Legative自然是left 所以B is moving to the left 就是我們的答案